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第二集 那咱们从第二集开始 就将Soon Max 好好的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的剖析 给大家好好的解释清楚 那咱们今天第二集要讲的 就是它相关的配置 以及它内部的这么一个空间的整个表现 那其实说配置之前 我觉得还是要叨叨几句它的外观 因为张音也说了 这款车确实是现阶段 比亚迪整个产品线中 真正颜值在线的车 这点确实是一点错都没有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 我个人觉得这个Dragon Face 整个的前脸设计 在整个线阶段 它同级别里边 无论是合资车还是国产车 绝对算是第一批队里边的 这个夸它一点都不为过 所以不愧是前奥迪的设计的老大 沃尔夫冈·艾格 他设计的整个家族式的这么一套系统 我觉得以后比亚迪的车 可能好看的也不会少 但是说到外观 我觉得还是用一组镜头 给大家展示一下 咱们往大面的说 其实你说中国 现在咱们的设计团队 是比国外它差 还是说咱们中国的元素 中国元素少 还是说咱们美工差 咱们国画多好呀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我们设计出来的车 总是跟别人差呢 后来我都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啊 是真正敢于或者勇于 把好的元素 或者设计理念的 原型车量产的这个拍板人 因为其实有很多很多好的设计 跟好的设计元素的东西 在整个公司 怎么说权力的竞争 以及内耗当中 就被磨灭了 那咱们在车身侧面呢 把这个SOMAX 它外观上的配置 来跟大家说一下 首先我觉得最重点的 就是这个车的LED大灯了 这个LED大灯呢 期限阶段 SOMAX只有6款车型 两款手动 四款双离合 那只有双离合的顶配车型 才会有LED大灯 因为它真的让整个前景 变得很有神 那我要想选装行吗 也行 但是我问了两个渠道啊 信息都不太明确 第一个我问了四海店了 四海店说 好像能吧 有的四海店说 好像不能 他们其实对产品选装的 很多信息都不太了解 那第二个渠道呢 就是官方的400电话 我问了 他们说这LED大灯 它整个的价值啊 是3000块钱 但是如果您现在选装的话 我没有任何信息啊 官方都没有 所以也挺惨的 但是对于这款车来说 我真的觉得LED大灯 应该去标配 因为真的让它的整个前脸 变得很有神 如果没有的话 是鲁肃大灯 就有点黯然失色那种感觉了 那话说回来 车外的配置 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啊 首先先从 发动机舱下边开始说 它里边用了一些 规整化的一些试板 让整个发动机舱 看起来非常的整洁 非常规整啊 这是一个加分项 其次呢 在后视镜啊 反光镜的下方 有这个360度的测摄像头 顶配车型啊 才会有这个配置 因为我们这款车 是为了提前能拿到车 11万9千9 这个车落地差不多 不到14万 只有这个配置才有这个 那轮胎方面 那轮胎方面它用的是 紧胡的舒勒 持来SA01215517这个轮胎 其实它在网上查的一下价格是350块钱左右 那剩下的部分 也是部分的配置才会有 无钥匙进入和无钥匙启动啊 这一点也是配置上的这么一个选择 那最后呢 就是整个车辆 跟车身没什么关系啊 就是这个车钥匙了 真的要吐槽一下这个车钥匙 跟它的外观设计比起来 车钥匙显得有点不太好看了 真的塑料感极强 除了有一个远程发动机启动的这么一个功能 挽回了一点面子之外 塑料感实在还是太强了 那进入到车内呢 其实给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车内确实像银子说的一样啊 没有任何新车的味道啊 这一点做的不错 而且车内呢 它有这么一个PM2.5的 这么一个滤镜的系统 这个系统我也查了一下 它的这个滤芯是跟空调滤芯在一起的 待会可以一起更换 也是整合在中控屏里边 有相关的功能 一会咱们会单独展示啊 而且给我另一个感觉 就是这个车内里边 这大屏幕12个屏幕 真的是太大了 不是说贬义的大 确实挺大 用起来挺方便 而且清晰啊都还不错啊 屏幕咱们留到最后说 那在材质方面呢 整个能基本上摸到的地方 这个地方软质的 这个地方软质的 这个地方手肘的位置软质的 这个位置软质的很舒服 部分像这就是硬的地方了 而且整个车内也没有说特别尴尬的布局 或者说特别奇异的布局 或者说特别奇异尴尬的配色 都没有 看起来很舒服很大气 而且相关那些小小的配置啊 咱一带而过 像这样板上 化妆镜灯 这些都表现很好 墨镜的这么一个盒 整个的一些小细节 做的还是可以 那咱们来具体的一点一点说吧 首先呢先说这个方向盘 视觉正中心啊 这个方向盘呢 我觉得整个的握感呀 整体的感觉构造 有点像奔驰的感觉 而且呢 它整个的按钮也是比亚迪 这么一个风格啊 全部都是中文的 那里边有相关模式的调整啊 语音控制啊 蓝牙接打电话呀 还有控制中央的这个仪表盘的信息的控制一些东西 而且底下是平角 握感也还不错 挺舒服的 那它左边呢 是大灯的这么一个控制区域 只有顶配的才有自动大灯 而且呢 前物灯还是LED的 那再往左边看 车窗的一键升降 只有顶配是四个车窗 往第一个配置 只有主驾驶的车窗 是一键升降 再往第一 又都没有了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配置 再卡一刀 再往上看 顶配车型有的 像奔驰一样的这个座椅的变动调整 哎 你不觉得刚才整个车窗的控制 以及这个座椅的控制 有点像奔驰吗 刚才我也说了 这个方向盘也有一点奔驰影子 其实奔驰 背后的这个戴姆勒集团跟比亚迪啊 是一直有合作的 所以说 我觉得这也不是抄袭 可能是供用商上的选择 有一些重叠 这个东西像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剩下最重要的呢 我觉得就是中央这大屏 整个中控区域了啊 这个大屏咱留到一会儿再说 先往下说 留下了一些基础的机械按键啊 比如说空调的自动手动 吹玻璃啊 和空调的关啊 这些按钮 包括大屏的一些控制 首页啊 返回啊 整个程序的切换 还有关闭屏幕的按钮也留下来了 那左右两边呢 是这个空调的出风口啊 这些都没有什么可说的 表现都不错 那下方呢 是有一个小小的储物空间 放手机iPhone7啊 是没有问题的 那再往后看呢 是这个挡扮 那这个挡扮整个的PRND 整个切换的顺畅感 跟舒适程度啊 张宁在第一节目里也说了 整个换挡的感觉啊 很合资 很舒服 再往后边看啊 是ESB的开关 电子手刹 全车雷达的这么一个开关 再往后两个飞槽 再往后看 中央扶手箱里边的空间 确实不是太大 水您就别想了 放不了 大概的深度啊 就是一个手掌 到这儿这么一个深度 比如说放一些 比如充电器啊 或者是这个12V点烟器的 这么一个扩展口 是没有问题的 里边有USB的接口 有的Macro的SD卡 还有AOX 还有一个12V的点烟器的电源 这么一个 整个的扩展的插口 那OK 那接下来呢 就是比较重要的 这个中央大屏的使用了 其实要我说呢 它整个的表现啊 首先它是一个电容屏 其次它的触感 它的反应程度 它的灵敏度 还有相关的一些 显示的效果 精细程度都很好 基于安卓系统为底层的 它能下很多的APP 您在日常使用的时候也很好 那其实功能性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介绍的啊 而且有一个优点 它其实是没有过多的 二级三级菜单的 比如说你要想控制空调 你直接点一下 一直在最下方啊 不会埋得很深 比如说你要想 刚才咱们的PMR.5过滤的 这套系统 就在这滤镜系统 点进去 开关 整个的数值上面 显示的很清楚 那一个返回 就可以回到整个的 咱们的这个首页上面了 那其实车辆 这个大屏幕 有一点要跟大家说的 就是关于比亚迪的 这么一个流量 我记得是298块钱 每个月一寄啊 半年包的这么一个流量 我们买的是这个 那流量 我们现在已经用了 用了不少 还用300多张 因为下了很多APP 那功能性或者APP 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首先像车机上面啊 咱们经常用的地图 速度很快 包括路况啊 什么的都有 其实就是一个 高度导航的车机板 而且也可以进行 相关的一些语音控制 比如说在一表 在双向盘上 我现在想回家 他就给我回家的 这么一个路线啊 相关的反应速度啊 什么的都挺快的 可以进行语音的一些控制 你也可以自己去设置 一些其他的APP 比如说下了QQ音乐 除了比亚迪的市场 就是说他的比亚迪 应用市场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应用市场 你可以通过浏览器 自己下载 比如说我下了一个 腾讯的应用宝 那里边其实很多很多的软件 都可以下 包括游戏 除非你想这么玩 这么玩也是可以的 但是不建议大家 去下一些这个游戏啊 不太好 那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360清理大师 你要觉得强迫症 想清理垃圾 这也可以 比如说优酷 你要在闲暇之余啊 去看这个优酷的视频 也是可以的 其实刚才我打着火之后 也试了一下 不建议大家 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 使用这个啊 比如说咱们来测试一下 它的这个播放 罗博报告 哎 好 在这 播放 它会提示 你是不是用流量来看啊 34兆 看 有钱就是韧性 也可以用中间的这个 机械的音量按键啊 进行一个音量的调节 这是我们上一期的这个罗博实验室 那赶紧别浪费流量 那基本上 其实中控的大屏 我觉得整个的功能性和日常使用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对于流量的控制 因为你看 我今天就下了几个软件 现在就剩363兆了 那说完这个大屏幕呢 剩下的就是空间上的一些表现了啊 因为整个这一次比亚迪 我觉得空间上表现还不错 那咱们在前排空间呢 由于方向盘啊 是可以上下前后调节的 就不用根据这个方向盘的 这么一个死方向盘的角度 去调整座椅了 所以我可以自由的调整 我现在比较合适的位置 头部空间 一拳再往上的距离啊 这个空间表现还不错 而且腿部空间呢 除了 我觉得这块 我长时间驾驶都会割着 这块是硬质的材料啊 所以说会有点割 剩下腿部放着还是挺舒服的 那其实座椅的输入程度 整个啊 座椅的输入程度 无论是柔软程度啊 还是说它的包裹性都还不错 就是腰撑 虽然说它有这个腰撑的调节 但是我觉得 我把腰撑全部都关掉的时候 还是有点顶腰 导致我这个后背的上半部分 一直处于一个悬空的状态 时间长了 我觉得后背有点累 我也不能总这么开吧 对吧 所以说这个 如果座椅能够再凹一点 那会更舒服一些 那剩下就是一些小小的空间表现了 比如说拿那空间水 这儿有两个背架 把车本打开给大家看一看 门板上一瓶 两瓶 能放三到四瓶矿泉水啊 这个侧板上还是 门板的空间还是可以的 那在 那在这个手套箱里边 这个空间就相对来说大了啊 放个四五瓶矿泉水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对于一个7座的MPV来说 我觉得第二排跟第三排的空间 是大家最关注的 那咱们去后排看看一些配置 还有空间的表现 那来到后排之后呢 其实Sone Max在这款车 MPV 2加3加2 这样的一个座椅布局啊 其实对于我来说 第三排座椅 虽然是两个座 空间也还行 但是我觉得第三排 还是处于一个应急的状态 所以说第二排第三排 比较起来第二排会更加重要一些 那配置方面呢 其实啊 它的舒适性考量真的是不错 因为第二排跟第三排 都有单独的空头出风口啊 这一点很好 而且第二排整个座椅的舒适程度啊 乘坐感受也还不错 整个座椅的这么一个支撑性啊 对于我腿部的支撑还行 空间方面呢 我觉得以我的身材啊 前排座椅调整好之后呢 我现在腿部空间差不多是三指 两指这么一个距离 因为它座椅中间是掏空的啊 往里凹的这么一种感觉 所以腿部空间能够稍微的多一点 那头部空间呢 两指到三指啊 三指吧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么样的一个距离 因为它座椅呢 是能够前后调整的 但是以我的身材啊 我觉得还是调整到最后 如果尝试人家乘坐 会更加舒适一些 那对于配置方面啊 空调的单独的控制 下方有一个小槽 底下两个USB的这么一个插口 而且地板是纯屏的啊 这点非常好 我的脚是4344 放在中间 一点问题都没有 纯屏的 这一点真的是加分项 门板上放三瓶矿泉水 没有问题 第二排有这个头部的 这个头枕支撑 中央这个扶手的地方 有两个 被坐 那其实第二排 第三排的空间 在体验上 我跟银子也进行一个沟通 其实对于我的身材来说 对比空间的话 有好处 也有不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就是 我能坐下来 您肯定能坐下来 但如果说 我要坐不下来的话 您能不能坐呢 这可能就是个未知数了 所以说对于这个空间 大家也很重视 这么一个车型的话 我觉得不光我的身材啊 别人的身材 也是有参考性的 所以一会儿呢 我要用别人的身材 也进行一下 第二排跟第三排的 这么一个空间的比较 那一会儿咱们再说 那说一下第二排 第三排之间的关系 就是如何上车了 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送麦斯这款车呢 它在上车方式是这样 你上车的时候 拉把手 拉到这儿 往前推 就可以正常的上下车了 其实这样啊 我上下车也没有什么问题 就稍微慢一点 容易屁股卡着门啊 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 而且以这样的坐姿 我坐在第三排 其实挺舒服的 那觉得第二排 第三排的空间 我觉得接下来 还是用别人的身材 进行多方面的一个展示 看看SOMAX在第二排 跟第三排的空间 看看到底怎么样 首先呢 我们公司美丽可爱的叶姐 它在第二排座椅 调到最后的时候 第三排空间的表现 其次也是第二排座椅 调到最后 我们公司河畔 它在第三排空间的表现 然后就是我了 如果第二排座椅 调到最后 那我的腿 只能插开了座了 最后就是第一排 以我的身高体重调节好之后 河畔和叶姐在第二排 第三排的空间表现 我正在坐在第三排 第二排座椅 还没有靠到最前 应该是往后两挡的 这么一个距离 我腿部空间刚在两指 头部空间也是两指 乘坐起来没有问题 而且我觉得 它的舒适程度 坐起来 舒适程度 要让我坐个 两三小时 我觉得没啥问题 而且我的腿 如果是 劈开了这么做 既然安全带 更加舒服 而且单独的 刚才咱也说了 公交的出风口 还有这个 拉手 正好音响也在我边上 而且 两片冠冠水 完全能够放在这么一个杯架 它有一个杯架 还是一个长方形的 还能够把手机插在里边 我觉得这样乘坐起来 没有问题 第二排座椅一个 一米七的人 也是OK的 那这样的一个空间表现 我觉得还OK 那三部排座椅 全部都坐上人之后 那后备箱的空间 自然就少了很多了 那咱们对于后备箱的空间 咱们上后边去说 好 那后备箱盖打开之后 其实 它在高度方面 我觉得也就是 一米八五的 这么一个高度了 因为我差不多身高是这样 但是一般人 我觉得应该没事 我就是有点顶头 那其实第三排座椅 如果正常做的情况下 后备箱空间就这么一点 底下是一个盖板 里边有一些 可以放一些隐私的东西 其实它的空间并不是太大 如果你要放一个登机箱的话 也只能这么横着放 如果想竖着放的话 会挡这个盖板 门是关不上的 所以说在后备箱的空间 如果第三排座椅 就只能这样了 如果咱们把第三排座椅放倒的话 那这里有一个小细节 其实它的细节就是 它是一个吸铁石的 可以完全吸在这里 这也能吸上 这一点细节做的挺好 第三排座椅放倒 放倒之后 那整个面积变得很大很大了 放一些箱子 放一些吃喝玩热的东西 自驾游 完全都没有问题 而且它整个座椅 如果第二排座椅放倒的话 整个平整程度是非常非常好的 只不过就是在第二排跟第三排座椅之间 差不多有四个手指的 这么一个份儿 可能会往里露东西 但其实如果放个垫子的话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备胎是属于底挂式的 在下面挂着 因为它上面完全就是储物空间 和整个的后备箱的这么一个空间了 而且还有一点 它的后备箱是没有一个隐藏式 或者说隐私的这么一个盖板的话 后备箱其实尽量别放太多重要的东西 容易被人大玻璃 好 那在SOM MAX总结方面 想跟大家说几点 首先就是SOM MAX这款车型 我觉得配置上 在这个价位表现确实挺好 而且跟同级别的合资品牌的车型 比如说GL6 咱拿它来比较 我觉得在国产车的配置上 确实是有优势的 而且相关的一些怎么说操纵 或者是整个屏 你看包括中控屏整个的顺畅程度 成熟程度确实也挺好的 但是也有缺点 就是说它其实比亚迪没有原来实惠了 可能是因为新车型 它的一些成本的增加 导致了它对一些配置的 不能说阉割吧 就说卡一刀 原来的中低配 可能配置都特别实惠 但是现在导致很多配置 都只能在高配车型才出现了 所以说在选择上 大家还是得动动心思 看看哪个配置更加的合适 自己再去选择 其次就是它对于第二排第三排的空间和舒适程度上的考量 我觉得还是挺人性化的 刚才咱们说了 包括把手 包括单独的出风口 还有第二排座椅 除了前后 还可以角度的调节 都真的 我觉得第二排坐着真的挺舒服的 还有就是它整个对于空间的这么一个表现 因为其实对于MPV车型来说 近几年真的是大热 大家确实也应该有这样的感觉 身边要二胎的人确实增多了 二胎政策开放之后 各个厂商没有MPV的出MPV 没有7座的出7座 但是话说回来 大家对于MPV 对于空间的考量 如果变成刚需的话 自己脑子里也有一个尺子吧 就是对于这样7座的车型 我们应该去如何选择空间 其实很多车型现在往小的时候 4米4 4米3就开始做7座了 你说那样的车型呢 它是有7座 应急的时候可以用 但是第三排 还真正乘坐起来舒适吗 大家真的去考量一下 那往大的说 比如说老牌进旅G28 它是商务 它是很大 但是它在城市当中的灵活性 确实也就差了一些 而且总是觉得看着像专车 但是话说回来 在4米6这个阶段 其实比亚迪同级别还有一些车型 这个阶段其实在灵活性和空间 表现都还不错的车型 是您可能在二胎政策情况下 选择一个7座车型的首选 因为价格也不是太高 灵活性跟空间取中 这个选择还是可以的 那对于SOM MAX这款车来说 它的配置和空间的表现 我觉得总就说到这 那下一期节目的 咱们要主动主要的说一说 它的动力方面 变速箱啊 发动机的表现 以及底盘整个操控的一些点 下一期更好玩 更有知识点 更有料 那咱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给我关起来吧 还有个小彩蛋啊 其实在开车的过程当中 这一个小细节 我觉得值得去表扬一下比亚迪 就是我在语音控制的时候 风量自动变小 防止有这个噪音影响 它这个语音收声的质量 这一点真的挺好的 不让您看到彩蛋了吧 哈哈哈 了解一下 第二个小彩蛋 后面能够